Hi YouTube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上一次和28律师 William Foo 谈过了以后 我们在 Offline 的时候有谈到 千门巴将的话题 我自己是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就请他再和我们来谈一谈 解释一下我们时常讲的千门巴将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巴将 其实大家谷谷一下千门巴将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说法在里面 千门巴将里面有 正体反脱风火垂游 所以这就是千门巴将 突然间转了广东话 我的本身的妈都当是广佛 所以我念的时候有时候 我怕等一下我念错 是正体反脱风火取摇 这个是千门巴将 然后每一个position都有不同的 那一个工作 千门巴将的上巴将 就是以千数开局五口 他们的开局的 他们就是那个主持人 千门巴将现在最 typical的 example 对 我就是要听你把这个放在 typical example 那一个领导人 你会看到一些Guru的大大的poster在那边 他们就是那个领导 从前在很多年前很多是那些理财的forum等等 都是以一个很大的Guru就在那边 我就是那一个 那个是正将 提什么是提将 哪一个提呢 提 提包的提 提包的提 所以刚才我是讲正将 正将就是那些Guru的figure 是一个神一般存在的人 他叫正将 正将 提 就是我们叫统病学 他的 purpose就是 tork 在开课程里面的tork 就是 哎 呃 伟康 一起啦 我也sign up 了 你看 我sign up 了这个东西 你也去sign up 真的好的 没有骗你的 我是第二次来上这个课程了 OK 这个就是提将 提将 提就是 让你深信 我I'm not alone 然后我跟大队咯 很多朋友会想 啊 跟大队咯 其实那个大队 就是老千里面的 团伙 提 提 这个提将 反将 就是用激将法 什么激将法呢 你看 你觉得这个东西ok吗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咯 我是一个很skeptical的人 我不会那么容易相信的 然后这个反将 会在你旁边出现 会跟你讲 你看你小心这个 你小心那一个 但是突然有一间 你看我已经进了这个 这个我做了很多research 可以的 你跟我来 哇通常就是 这个是反将 反就是激将法 激将法 利用激激将法 然后让你知道 你看我理财 我很小心的咯 我不相信不入的 然后你看到它是 很正派的 很正派的 突然间 它跟你讲 兄弟来去 我 我很信心 你的时候 你时候你说 哇 连你都相信我 我一定跟咯 对吗 这个就是反将 反将会给人的那一个 思想的那个错觉 就是跟他就没错的了 因为他是一个 很小心的人 好 拓将 当那个局穿崩的时候 当人逃脱 脱 脱 脱一副的脱 好 就是当人 这个骗局被拆穿了 他是负责 让全部人逃走 就是 近时近日 把钱转走的 那个 拓将 拓将 所以他们需要 不同领域的 那个专业人士 1MDB也是吗 千门八将 每个人都在里面 哇 这个 不然的话 怎么把那么巨额的金钱 可以顺利的逃走 逃走 然后帮人家 逃脱 这个是妥将 封 专门收集情报 封将 就在你填表格的 那一刹那之间 把所有的Data 放进去他们的 大数据里面 当你填 你的年收入是多少 你已经成为 大数据的一分子 OK 所以我们有 Data Protection Act 但是这个 法律 有没有实质的效用 其实 我也不敢讲 Data Protection Act 最大的漏洞 就是 那个 受害者本身 很愿意 给他 对 因为你签署了 那一个 报名表格的时候 里面有提及到 当你 submit这个表格的时候 你愿意把你的 个人资讯 分享 去public domain 个人资讯 包括你的年龄 你的年收入 你的全名 IC email 还有你的那一个 电话号码 对不对 所以透过这一些 你就把你的Data 放进去 千门霸架里面的 风匠 是专门做 Data Analyst 数据分析 就是风匠的 风匠 尤其是情报 好 然后火匠 火匠 谁是火匠 当老匠团伙 火匠团传 被人在网纪网络上 提名道姓 说他是老千 他第一时间 就会有人帮他来 解围 这些人就是 律师 这些lawyer 这些lawyer 都是跟随着 这些guru 到处去 解决问题 就是火匠 好 为什么呢 只要你敢在 网纪网络上 开名字 明天你就会收到 律师姓 之后他们就会上法庭 申请 Injunction 来封你的口 为什么 因为他的 那个诈骗的 Activity 还在继续 他不允许你来破坏 所以 尽时尽量的火匠 就是律师 以前在 古代的时候 他就是一些打手 对 他们就是打手 负责武力解决 武力解决 现在的话 就用文字 对 所以现在 很多无良的 专业人士 都是成为 他们的团伙之一 OK 好 除将 负责 拱手 负责谈判 你会发觉到 在Guru身边 有很多consultant 这些人都是 Guru的发言人 带他们来 解说 当发现事情的时候 这些人会 第一时间出来说 OK 你不要担心 我把股份拿回去 给回你 你把这个钱给回我 这个是除将 负责去谈判 谈判专家 是 就是代表他们谈判 就是代表那个集团 也有遇到不顺的时候 就要有这些人出来 出面谈判 最后一个 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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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的谣 谣言的谣 传门 谣言的谣言 所以 引诱 楼层 就是骗受害者 当任何的声音跑出来 这些谣将 是会到处造谣 哦 到处造谣 然后说 这个人其实也不是真派的 也不是真当的 他 那么讲我们的恩师 其实他有个人的 agenda 在里面 哦 这些就是谣将 谣将 负责散谣谣 谣 谣 全部人的focus 好 所以 千门八将 就是一个企业 所以 下八将 我也不需要怎样去提及 因为那个警察会做 明白 因为下八将所做的 每样东西 都是办法 都是犯法的 所以 那个是直接诈骗 是 我的那个范畴是在 商业 高级诈骗 对 直接诈骗 警察叔叔会处理 没错 好了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Villian Phu 千门八将 千门八将 跟我们讲解了 这个 古代的千门八将 这一个名词 在现代的马来西亚 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商业的社会里面 他们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配合 角色运用 因为他们绝对不会承认 他们是在诈骗 因为 我们都会明白一个道理 投资失败 不犯法 所以这是一个漏洞 是 投资失败并不犯法 数据管理 让业务下跌也不犯法 那个受害人 每一年都会有 每年陆续增加 而鼓入的人数 也会以几何的方式增加 是 为什么呢 既然骗那么好赚 我做什么 还要每个月去做 三千到五千块 一个月的薪水 是 的工作 好了 非常感谢Villian 跟我们分享 这个千门八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分享 按like 还有subscribe我的频道 那我们 下一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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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